第二次發言 剛剛再次聽到國民黨 我再度對他質疑 再度對他痛心 縮短入會身分時 對社會的影響很大 大家都知道了 那26萬罪的配偶 人權要保障 台灣2300萬人的人權 你們放在哪裡 26萬人 跑去哪裡賣贏了 你們知道嗎 戴主委你可以告訴我嗎 有8年縮短了6年 甚至還提出4年版 時間以下縮短一半 開放數量太多 對台灣的衝擊很大 同時考量中國配偶 賈捷溫比例高 基於社會安全 開放幅度不宜太大 大陸統戰意識還很強 誰能保證 陸來台沒有政治意圖 希望台灣2300萬人權 政府能給予重視 希望馬政府不要再心中賣台了